民众赶紧跑来银行换汇 就是因为今年以来扁不停的日元 近期却开始蠢蠢欲动 川普预息之后 美元走落刺激避险情绪高涨 除了黄金 日元也成了避险一大利器 预息事件也刺激短期避险情绪 全球资金进一步流向避险资产 以近期高低点来看 日元对美元在7月初时 曾铁破160大关来到161元 但如今已经升值来到155元上榨震荡 我上礼拜才去换日元而已 对对对 我大概换十几万 因为我前面之前就已经有先换过了 然后趁现在新低点又再换 再继续加码换下去 差很多啊 我之前0.2526那时候有换 然后现在是0.2120 如果大四手区可能 他们干预可能效果应该也不会太好 我记得十年前去好像也没有看过这么低 应该会考虑想买一些吧 就当存个汇差也好啊 日本政府趁着川普遇刺 美元尝试巧巧出手干预汇率 让日元无论对美元或台币都有升值趋势 建议抢换位的民众依旧要分批进场 三宣城市总的副词台北报导